原方工厂冒出了阵阵浓烟 一早六点多 左邻右舍根本没人敢睡 全都冲了出来 有的帮忙架旅梯 有的指挥救援路线 因为这时工厂内 还有三名外籍移工 受困二楼铁窗阳台 情况一度危急 幸好消防人员及时到场 将三人救出 获救时其中一人 双手合十对着天空 念念有词 你需要对吗 等一下我拿给你 三名外籍移工 惊魂未定 因为睡梦中被农烟呛醒 送上救护车时赶紧补养 要去医院吗 阿斯匹董医院 你不用医院了 医院 送医后没有打碍 火警发生在上午六点多 彰化这一间五金加工厂 突然发生火警 火事闷烧农烟密布 幸好受困的三名外籍移工 轻微呛伤没有打碍 我们很怕两三个 在里面要消防人员 对人来才敢提出来 里面两三个呛伤 同样是火警意外发生在云林北港 住宅火警凌晨三点多突然起火 屋主一家六口受困屋内 消防队派遣云梯车六人平安脱困 一楼后方住宅火警 然后那个人员有六名人员受困 一家六口惊魂未定消防队员清查火场发现 起火点在一楼阳台后方 幸好火事不大立刻被扑灭 一家六口幸运获救 这一夜实在不平静 接中部综合报导